中場前0.6秒 Curry鬆出大號三分絕殺 忍不住興奮大叫 手舞足道 重播看幾遍都不厭倦 這顆絕殺讓場內場外的雷霆球員 完全傻眼 但這種大號三分球 咖哩小子可不是亂頭夢中 之前例行賽 明星賽 Curry同樣投進過中場的Logo Shot 而且這場比賽第三節 Curry還被對手踩到腳牌受傷 沒想到最後上演絕殺 連小王弟勒布朗都說了 Curry該助手了 他真的太不可思議 籃球史上沒有人能這樣 就好像看見神在打球一樣 因為他做的事情是前所未見 你說他超越80年代90年代 Michael Jordan沒有 他當然超越了 他不只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他還改變了籃球 很多很多的傳統 球評說Curry的蹊進程度 已經超越當時的Michael Jordan 而且他不只單場12顆三分球平記錄 單記288顆三分球 以及連續場次的三分球 都不斷刷新記錄 成為Curry障礙 Curry這種拳平常每天投進500球 就好像他在喝百開水一樣 這等於是例行訓練 未來的籃球員的投籃訓練 一定要自己能帶球 而且要模擬有人防守的狀況 苦練加上天分 讓咖哩小子變成三分之神 有時候練球在觀眾席旁 也能輕鬆投進 Curry不可能變成可能 就像他鞋子的座右鳴一樣 I can do all things 記者陳建麗斯豪 綜合報導